日本9.0强震死亡人数又再度攀升 根据日本官方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4点半发布的最新数据 死亡人数超过2700人 整体失踪人口也高达了15000人 接着我们透过图卡带您详细了解三个重灾区的受灾状况 灾情最严重的是距离镇央最接近的工程线 超过1300人死亡 另外在南三陆艇还是有8000人下落不明 在宇川艇也有5000人失踪 岩手县的大锤艇同样是海啸重灾区 到现在灾后5天了 还是有上万人生死未卜 福岛县则是核能危机持续升高 撤离的灾民越来越多 至于日本福岛县1号核电厂方面 台湾时间今天上午 2号机和4号机接连发生爆炸及火灾 不仅电厂建筑部分毁损 也使得周遭地区侦测到的辐射剂量升高到危险等级 福岛县核电厂最新传出4号机 台湾时间今天早上8点38分发生火灾 日本官方表示4号机可能是氢气爆炸引发大火 由于反应炉在地震发生时已经停机 可能因为地震让反应炉受损造成氢气外泄 爆炸造成建筑物的墙面和屋顶都有部分毁损 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但已经让附近的辐射值升高 另外稍早同样位于核一厂的二号机 先是传出冷却系统故障 官方紧急抽海水降温 但是水位迟迟无法上升 就在日本当地时间早上6点10分 二号反应炉传来爆炸声响 而且有辐射外泄的状况 总计福岛核一厂的6座反应炉 就有4座通通出状况 造成15人受伤 超过190人的体内验出超标的辐射量 但新闻最后编译 另外在日本天气方面 工程县气仙沼势目前是降雨的状况 而且有可能转为降雪 气温下降 更糟糕的是物资出现了空前的短缺状况 收容中心夜晚接近零度 却只能够七个人盖一条毛毯 令人心酸 详细情形请您晚间6点55分 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